所以今天的话 今天几乎都在写程式了 所以比较 前面只有刚开始有一点点 你在写那个if 这个应该算是比较简单 后面几乎就是这总共应该 今天总共有写了八个按钮 所以回去的话有时间 你就自己再把它开个空白档 然后再练习一下 尽量我是觉得 最好还是跟你工作衔接 反正你工作到每天用 每天用你根本不用特别背 还有它其实主要就是说 取代以前你滑鼠键盘 做的事情现在都不用了 就是全部按下去 全部都搞定了 那目前我们大概只有写几行 可是以后你可以把很多动作 全部写在同一个sab里面 你按下去它全部都做完了 包括你可能你需要增加资料 或者是说你要格式资料 或者是说你需要画框线 全部一次就可以完成 甚至将来你也可以画工作表 然后把它产生报表 再列印出去 其实也都没有问题 只要其实VBA能做什么 就是你现在土法链钢 滑鼠结盘能做的事情 全部都可以用VBA 一次性的帮你全部 从头到尾就做完了 OK 那只是说你要能够学会的这些方法 程式并不多 像加框线 我把它清掉 清掉一行 就是Range A1到H7 它的Boulder.ColorIndex等于XLN 就一行 加框线的话就是Range Boulder.Color等于RGB2500 最后一个就是加框线 红色双线 就这样子 先这一条也可以 或这一条 怎么做呢 基本上就再加两行就好了 一行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 一行是这一个 这样就搞定了 OK 所以其实以后你要画框线 反正你每天都固定的那些动作 那当然你用程式把它固定下来就好了 不然每天都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其实满浪费时间 最好是全部都串在一起 一个早上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VBA程式 对不对 像之前有同学就是demo给我看 他一整天的事情就按下去 一整天的事情就全部完成 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OK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剩下的时间要干嘛 对就装忙就对了 对 不要让老板知道就对了 OK 反正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这样 他也OK 而且他其实 其实他把多余的时间可以拿来学更多的VBA程式吗 那不是何乐而不为吗 所以他其实我发现 他在学之前跟学之后差异就是第一个 他的自信心增加很多了 第二个他就是他的平常工作的那种 算是那种那种感觉也会不一样 就面对工作的话其实就是会很冲容嘛 而且不用急急急忙忙干 也不用加班了啦 所以时间一到就可以准时下班 这感觉其实也蛮好的 OK 所以当然前提你可能需要有一些能力啦 就是类似像这样也许可以把它做出来 所以加框线再加红线这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一样 在底下再加一个东西 其实我只是说把这一行复制过来 改一下就对了 所以这个 这一行 把这个直接扣过来 然后呢我只有再加两行程式就好 因为这一个再加一个红色双线 那首先那我现在执勤的话 他只会加这个 但少两条线 没关系你可以把两条线补上 那其实原理原则差不多 以后你要慢慢善用 就是说那个VBA其实可以缩小 那为什么要缩小 其实主要用意就是你可以看着你的需求 你去写你对应的程式就好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我就是把它缩小到下面 然后呢把它摆在这边嘛 这一条线 所以我刚才讲 那一条线叫什么 其实就Range什么 A1到H1 所以这边把它改一下H1 那一条线的话 点什么呢 一样点Bolders Bolders里面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全部的线 你就不用刮虎 但是如果你某一条线 它原理还蛮有趣的 刮虎一下 它会跳出什么 请问一下你要哪一条线 因为有没有 我们有一个上下左右 还有什么呢 还有对角线 还有中间的 如果你是很多的出轮歌 还有中间那一条 跟垂直的那一条 有没有 这么多条 但是我现在只要这个Range里面的最下面 最下面那一条的话应该是 XL什么呢 应该是H什么呢 Button吧 下面对吧 Button这一条线 OK好 所以意思 刮虎里面这个刮虎 就是说哪一条线 如果没有刮虎 就是全部的线 应该可以懂得逻辑吧 这个跟那个Sales蛮像 Sales是全部储存格 刮虎是哪一个储存格 OK所以VPA里面的他的逻辑是这样 你如果加S的就是全部 刮虎是哪一个 OK然后呢 他的什么呢 电 我要线条样式 线条样式要变成双线 所以哪一个是线条样式呢 对LightStyle 所以其实他只是 你可能要大家简单的英文 要大家知道一下 用拆的 像有些东西我也是用拆的 我把它写出来 我好像这东西我没有参考别的书籍 我是 按照我 对于VPA的了解 直觉的把它写完 再试试看 发现就这么简单就写出来 所以你Google一下 不见得可以找得到答案 或者你Google到 可能Google都是我写的吧 OK 因为这个有些东西 其实网路上没有办法找到答案 那怎么办 你就至少自己 可以按照 他给我的讯息逻辑 我就推敲LightStyle 但问题LightStyle等于什么 后面你总要跟他讲说双线 可是双线如果不知道的话 怎么办 敲各位一招 在LightStyle上方 按F1 按F1意思是call help 请你告诉我LightStyle 有多少个样式 他就会帮你把样式的 这边有个LightStyle的 有没有 连结你把它点下去 他就跳出来跟你讲 那也没有双线 有没有 这边还告诉你连续线 虚线 有没有 这个线其实你可以参考 那个 Essayle里面那个设定 几乎长一模一样 只是说他把它变成语法而已 把它复制一下 有没有 然后直接怎么样 把它贴到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的话 把它执行 看一下 这一条线出来了 那另外一条线应该都会的 所以你这一条线会的 那下一条线的话就是什么 拿这个来改比较好 所以A1到H 应该是A7吧 A7的话 那我们就是 点什么呢 点Bolder 这个点刮弧 然后H应该是Write 然后刮弧 再点它的LightStyle 一样等于什么 就是上面这个 所以把这个 这个复制下来 写完了 执行一下 这条线OK 所以如果你会今天的这个 画框线的范例 我想你应该 很多框线都可以自己完成了 再复杂的应该够了 如果还不够的话 像线条的出细 我上面有补充 你可以用位置 它里面有一个那个 比如说我这边要变粗线条 那你可以 再加一个位置 Bolder这条线的那个粗细的话 我记得点下去 它里面有一个叫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应该有点像体重 但它等于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的话 按F1 一样会跳出来 粗细 预设的话是细线 当然如果你今天要 这边有个超连结 一样点下去 它这边告诉你有没有 这个是桃线最细的 中的 好像预设是中的吧 还是细的 如果是最初的线 比如说我要出线的话 就这一个 XL 这个think OK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后面 那意思就是 这一条线是变出线 OK 应该可以懂那逻辑 那把它执行看一下 好像应该是怎么样 要把出细的线条 就要先跟它讲 然后再去double 看一下 没反应 OK 在think 还是说它这个double线 就不能用出线 这个也可以再试试看 如果位置部分的话 就是它的线条 是它有好几种 OK 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有补充到云端 所以如果有些细节 在这边出现 这个think 可以再试试看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话 主要我们就是 再加这个轻框线 这个加一下 然后加双线 或是出细再试一下 然后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所以其实程式 我是觉得 range加上border实物件 这样的话 基本上 就已经足够让你们 将来再画框线 应该就蛮容易的 所以以后的话 你们在输出报表之前 以后的话 就可以拿今天讲的来用用看 那你其实多用 用熟了之后慢慢 我想这也不用特别去背它 好 好